一款是最便宜的6R 一款是現場最貴的6R 先和大家看看兩款最便宜的6R 最便宜的6R就是Postpress Alpinus 即是山系系列 他們會用6R35機芯 這款是最便宜的6R 當然便宜是價格的範圍 但這款又不下跌 黑色這款是因為黑鋼 也會是Limited Edition The Black Series的夜視鏡系列 這款是最便宜的Limited Edition 所以稍微會比較高 全部都是Postpress Alpinus 這幾款給大家看看價錢 這款是6R35 這款是5150 這款鋼帶是5780 而這款原型是5190 這款都是6R35 這款是5620 這幾款在座幾款都是最便宜的6R 有不同的款式 尼龍帶不用談 一定是便宜的款式 尼龍帶是最便宜的 另外皮帶也比較便宜的 因為是鋼殼 但如果你們不喜歡這些皮帶款 沒有辦法 要鋼帶的話 起碼要5700多 這款全都是Postpress Alpinus 這款是限量版 不過都是這款 Postpress Alpinus 動柱 動柱 也是 6R35 動力儲備 是50小時 6R35 是70小時 4R 主要是40小時左右 動柱是最大的 但其實6R15的款式 都是50小時 其實如果40多小時和50小時 真是很老實 你代表是否真的 差了幾個小時 我又真是 純粹數據上的分別 我老實 當然你說70小時和40小時 是有分別的 30小時 差了一天多 今晚有分別 但40多和50小時 真的不大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需要用什麼價位 買什麼機身的標 就像剛才那幾隻 Pisage Style 60 或者是雞尾酒 或者是鮑魚 沒有試款 那些全部都是 三千多 四千多元公價 公價 但你入手 一定再便宜一節 真是看你自己想要什麼 真的 不要純粹追求數據 即是 你如果是天天戴錶 沒有什麼分別 天天戴都是這樣戴 你天天戴的話 一個誤差都是存在的 你隔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都會出現誤差 都是要交過的 如果你不是天天戴 而你經常都會換錶 一個星期都戴不到一次的話 又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錶的動力儲備 都沒有去到一個星期 所以看你自己 大家按自己需求去買錶 基本上可以說是看款 如果你天天戴 數據沒有分別 看款 如果你不是天天戴 隔很久才戴一次 又是看款 不要追求機心的數據 我建議大家 因為你實際使用下來 就沒有分別 好 那我們就 我借開了幾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逐個看一下 小小的都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數據 這裡 就三位 為何我讀出來這麼小 應該是不對的 看看 我應該這樣讀 38.2 這個就差不多了 看看官方資料是多少 39.5 我讀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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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對了 不要讀那裏有的 這裏就對了 我讀這裏就39.1 我讀這裏 那裏的位置 這裏的位置 應該會稍微小一點 45.8 厚度呢 就13.1 也算是偏薄一點點 這三個款是一樣的 就是錶殼 錶殼的尺寸 那些規格 一樣的 這款限量版 好像剛才沒有看 限量版的價錢是6850 全黑鋼 其他的規格 機芯各種 全部一模一樣的 200米的防水 日本製造 藍寶石水晶玻璃鏡 但是這兩款 就會有點不同 這兩款呢 這款是最簡約的一款 這款是Nelpinus 38mm的直徑 45.6mm的套位 這個呢 尼龍帶呢 就有點複雜 這個位置 12.6mm厚度 差不多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款呢 就是最基本的款 來的 再配襯一條 軍綠色 啡色圍邊的一條 NATTO帶 北約軍錶帶 上手就是這樣的 這款 剛才那些上手 簡直 應該普羅大眾都認為這款最漂亮 這款上手呢 就是這樣的 而這款呢 這款呢 38.3mm 脫位呢 會是 45.8mm 厚度呢 就13.4mm 這款呢 都是 相對直徑 小一點點 一點 啦 這款呢 是 這款式 一般都會相對小一點 而這款呢 這款呢 這款呢 錶盤呢 綠色 不鏽鋼的外殼 但呢 這條皮帶呢 就帥仔 馬屯皮錶帶 超美的一條錶帶 但說的是 公價 4千 不是 5千1百90 5千1百90公價 這款都 幾底 幾正的 6R35機芯 50小時動力儲備 Honko 你想看這個 這個 6R幾深 我不知道你想看哪一隻 皮帶正一點 OK 你喜歡皮帶就好 那 推薦你這兩隻 兩隻都帥仔 兩隻的錄面都帥仔 一隻就 Vintage 一隻呢 錶帶呢 超美 超斯文的 這款上手 雖然它是Postpass 的系列 它有200米防水 但是它的款式做到 是很斯文的 的確